很来关心闽人的婚姻 台苏集团创办人王永庆的长孙王权仁 和妻子李晶晶的婚变官司持续的进行 现在要扯上了新闻主播李文怡 李晶晶声称掌握了李文怡和王权仁 两个人在英国牵手的照片 认为这配偶权被侵犯 上个月向台北地医院控告两个人 并且各自求偿两百万元 而台北地医院将在这个月31号进行调解 带你关心 王永庆长孙王权仁和首都客运千金 李晶晶豪门婚姻触交 虽然一度传出两人复合 但消息都没经过本人证实 多起婚变官司仍在台北两地进行 或是也持续延烧到美女主播李文怡 根据了解李晶晶掌握李文怡跟王权仁 去年8月在英国伦敦的亲密牵手逛堂200万元 李文怡主播确实有收到陈介信函 但是她觉得莫名其妙 她希望不要再把王家的家务事跟她牵手在一起 其实在去年9月 李晶晶就曾经寄出纯正信函给主播李文怡 一次不满李文怡经常主动打电话给王权仁 双方还一起出游 李晶晶要求对方不要破坏她的家庭 不要再跟王权仁联络了 这一段时间不满意谢谢你